英国白金汉宫宣布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在这个8号呢 在位于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堡辞世 享其寿96岁 根据英国BBC的报道 白金汉宫是宣布 在位70年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呢 是已经辞世了 她同时也是英国在位最长的君主 那么白金汉宫发布的声明里头提到了 她这个辞世地点呢 就是在位于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堡 那么她辞世之后呢 长子查尔斯将会成为新的国王 还有14个英国联邦国家元首 带领全国要来进行哀悼 那么进一步我们要来了解到呢 这个女王辞世之后 白金汉宫跟首相官邸呢 也启动了这个代号 这个代号名称呢 就叫做伦敦桥行动 伦敦桥行动呢 的内容我们现在来跟大家来讲到的是 这个第一步呢 确认女王辞世了 就要先通知这个英国首相了 女王的私人秘书呢 就要立刻用加密电话 打电话给这个新任的英国首相 就是特拉斯 但是呢不能直接讲说 女王辞世了要讲暗号 暗号就是伦敦铁桥 伦敦铁桥如果呢 第一时间首相没有会议过来的话呢 他就会说 伦敦铁桥倒下了 London Bridge is down 暗示女王逝世了 好那么在这个英国首相接获消息之后呢 立刻就会展开一个秘密行动 也就是呢要通知各国的大使 联邦总督在他们的左手臂带起黑色的臂章 接着呢要透过美联社发布消息 让全世界可以及时知道这个消息 接着英国白金汉宫呢 还会将这个白纸黑边的复文 要挂在皇宫的门口 那么王室的网站呢 也会全面的转换成全黑的页面 那么等到讯息全部公开之后呢 也会降下半旗 敲响丧钟 上下意愿呢 则会宣布修会 那么女王的遗体呢 一定会送回白金汉宫 而且会由四名的英国御林军来看守 那么各大媒体也都会准备好 要发表已经预备好纪念的文章 BBC启动无线电报警传输系统 要宣告王室成员去世了 还有包括说呢 这个英国各大电台的蓝灯会开始闪烁 提醒电台在几分钟之后呢 要在这个音乐的伴奏之下宣布这个消息 那么威尔斯亲王查尔斯王子呢 将会在女王逝世的24小时内 继任为国王 英国第二天呢 将不会降半旗 在早上的11点正式宣布下一任的国王 那么伴随女王超过50年的 这些资深员工也将会跟着 女王的逝世一同被遣散 还有包括了修改国歌歌词 铸造新版的邮票啦钞票 以及她的长孙也就是威尔王子 也会接替她的父亲成为威尔斯亲王 那么女王遗体呢 接着会被移到这个西敏寺喔 开放宫民众瞻仰四天 在第10天早上的9点呢 英国大笨中会以包裹皮革的方式被敲响 那么她的棺木呢将会被从这个西敏宫再送到西敏寺 举行完追到李之后 女王的棺木呢 就会被抬上马车回到白金汉宫 皇室成员呢就会在那里等着女王 那么这一整天大部分的店家会休息 股市也会休市 埋葬地点目前尚未决定 那么有媒体就猜测呢 有可能会葬在这个温莎城堡的 圣乔治礼拜堂 和她的父亲乔治六世以及王夫菲利普亲王葬在一起 好讲回到这个女王玉莎白二世 在昨天台湾时间的晚间去世了 其实呢在两天前 6号的时候她才接见了新任的首相特拉斯 正式任命特拉斯为英国首相 没想到呢才隔了两天 在昨天台湾时间的傍晚就传出 女王需要医疗监护的消息 英国的BBC就分析说 这个白金汉宫的声明当中 使用了医生担心这样子的关键字句 有别于以往 再加上她身边的这些亲属们 家庭成员们纷纷赶到女王的身边 所以消息传出的第一时间 就让英国人民还有国际社会 是相当相当的关注 回顾女王的医生呢 伊丽莎百二世出生于1926年 今年96岁了 那么她1952年的时候继承了王会 在位70年是英国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 也是首位可以庆祝白金喜年的英国君主 在位期间达成了多项重大宪政变革 包括英国权力下放 还有非洲去殖民化 她一共有四名子女 包括了查尔斯王子王储 那么女王在普遍英国人的心目当中 是国家团结的象征 历任的英国首相 无论是否支持君主制 也都给予了女王极高的评价 那么英国的克拉伦斯公也证实 要继任成为英国新君主的查尔斯王储 将会被称为查理三世 CNL最新报道 一起来听 自己听到 Balmoral castle that's in scotland the crowds are growing outside of buckingham palace on this rainy evening in london prince harry we're told has arrived at the last hour at Balmoral in scotland joining his father now king charles the third formerly prince charles harry's brother prince william is also there the queen's other children other family members we expect king charles the third to address the british people and the world indeed in a speech tomorrow 那么女王辞世长子查尔斯呢继任要成为新的君主查理三世 威廉王子呢会自动成为王厨 威廉的长子乔治王子呢则会排在父亲的后面 位列英国君主的第二顺位继承人 英国的BBC就报道威廉自从1982年出生以来呢 就一直是王位第二顺位的继承人 在他的父亲查尔斯继任成为国王之后呢 他也自动成为王厨以及康沃尔公爵 而威廉斯亲王的头衔必须由他的父亲查理三世 册封之后才可以获得 英国王室昨天宣布英国女王伊丽莎百二世驾崩 想其寿96岁 女王在伦敦时间8号晚间6点半的时候确认辞世 那么王厨查尔斯呢立刻就继任成为了英国国王 他也将立刻对全国发表谈话 白金汉宫发言人表示呢 女王是在这个巴摩拉城堡安详的此事 国王和王后呢将会在晚间留在这个巴摩拉城堡 而隔天呢就会返回伦敦 那么英国将会进入十千的哀悼期 稍早这个白金汉宫也发布了女王接受医疗监督之后呢 英国民众是聚集在白金汉宫外头为他祈福 这个时候看到画面当中出现了两道彩虹 也成为了民众议论的一个话题 那么女王辞世之后呢 英国首相特拉斯也在这个首相府 也就是唐宁街10号发表了谈话 特拉斯表示呢 他听到女王过世的消息感到相当的震惊 这对国家对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一起来听 特拉斯形容这个英国女王呢 是建立现代英国的磐石 那么英国在女王的统治之下发展壮大 英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伟大国家 是因为他 他说这个女王为我们提供了所需的稳定 还有力量 女王能够以如此尊严和优雅的方式 在位70年是一项非凡的成就 女王也深受英国人民 还有全世界人民的喜爱以及钦佩 是许多英国人的灵感来源 那么特拉斯也呼吁英国人要团结起来 支持继任的新国王查理三世 帮助新国王承担他现在为所有英国人承担的重大责任 那么对于女王的辞世 美国总统拜登还有第一夫人吉尔也发出最新声明 他们表示说呢 女王不仅是一位君主 他也定义了一个时代 拜登回忆他首次见到女王是在1982年 当时呢他还是这个联邦参议员 随访问团访问英国 那么拜登夫妇呢在去年6月首次以总统还有第一夫人的身份出访海外 女王是热情地接待他们让人感动 伊丽莎百二世在位期间呢 曾经会晤了14位美国总统 拜登就表示说 在美国经历了911事件之后 那一段最黑暗的岁月里头 女王和美国站在一起 女王曾经表示 悲伤是我们为爱付出的代价 拜登说伊丽莎百二世深化了美国和英国同盟的基石 协助打造了这一段特殊的双边关系 那么接下来 美国也期望和这个查理三世 还有王后也就是卡密拉 维持密切友谊 全美国的人民思念 还有祈祷都和英国人民同在 也向王氏家庭之上最声道的表达之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